大家好,今天真是終於搬到一隻時間第一的紅色面 平時在螢光幕看得多,實錶就是第一次拿上手 就這樣看下去,整個殼形是有少少獨特的地方 原因就是有個叫做好似,好似PP的Lautilus 我也是這樣說,原因就是它有一個護翼 這個護翼其實有不同作用的 第一,保護殼 第二,其實也是作為一個crown guard的使用 如果你兩個是更加平衡的 我覺得它的指釘比例是否很大 大的原因就是,夜光和針是降的 有不同比例的做法 它這個做法就是,夜光就撐到基本上是最盡的 只不過是留在一個很邊緣的位置 這個也是它的指針和時釘,時釘也是這樣 很大部分的夜光面積,變成了金屬 就變成一個比例上的問題 那是更加Sharp,在一個紅底裡面 見到更加多的白色的一個字體 有一個日曆,我先說說它的殼型的做法 它的拋光就是在這個位置 殼其實你可以這樣理解 有一個斜邊位,然後有一個垂直位 但是斜邊位也挺闊大的 但是最平面頂頂的地方 差不多跟平面玻璃 當然是藍寶石 做了一個旋轉式的拉沙紋 這個紅色,它有幾種顏色 紅色應該有一個綠色,黃色 應該有四種顏色 我借一隻紅色回來 這個紅色的做法 就做了一個,它又不是很誇張 但是又不是偏走紅 我覺得都容易入口 它又不是一種很大紅的感覺 紅得來,不會很漂亮 那就不會的 有一點點,但又不是做得很誇張的太陽放射紋 你看到這個就是它的處理方法 我特別欣賞它的針的很比例大的 就是這個夜光 夜光物料的做法 整個黑型它這樣做法 其實是配搭的 配搭一條Integrated的帶 有好有不好的 這條帶就 好的地方就是不需要換帶 因為沒有得讓你換帶 其實也是很薄的 其實基本上 我感覺上,一拿上手 這條帶就薄過一般其他的鏈帶錶 整體上都不厚的 看看它後面的機芯 如果你說這個錶應該不太貴 應該是不需要2000元 按照我的印象中 它用一個Miyota機芯 如果你說這個價錢來計 有Miyota的狗系 我覺得真的不錯 基本上就 真的 找日 下一條片 可能跟 賀魯Sophie 去困一下 看看哪一隻 更加正 另一件事我欣賞的 就是它的底蓋玻璃 你看到 當然是透底好些 如果你用這隻漂亮的機芯 因為沒什麼理由不開給別人看 因為其中一個 比較佔得比重大的成本 就是這隻機芯 原來它的玻璃 製造了一個 銀色的一個 它的Logo 就是Time First T和F 這個也是在前面的Logo 看到的 也是 它不錯 有一個Logo之外 還有一個印刷 我覺得也是挺認真 這兩種不同的處理 這個是一個金屬片 放進去 然後這裡是一個 雷射白色的一個印刷 你看到 在底蓋上 也有它的一個印刷 再配合 好像一支限量版 我記得 如果是有些漂亮的牌子 什麼G 不知什麼 S 那些 通常 下面有個 很多 那些 遮蓋 遮蓋 那些才是限量版 才會這樣做 這個價錢來計 這個機芯 完全沒有投訴 Miyota 這個狗 是 Miyota 有它的特性 就是一個單邊上鏈 你看到 如果這樣摔摔摔摔摔摔 駝其實也挺輕的 下面那層甲板 你看到 也有一種 挑紋式的處理 比一般入門的機芯 會是好看少少的 雖然說 殼也是其中一個特色所在 一個有兩邊護翼的殼 一體化的標殼 但它這隻Time First 整個設計邏輯 你看到 這個面子 已經撐到 已經撐到 盡可能 它最大的可能性 所以 如果你就這樣看 是不是覺得 這個面子的比例 是很大 即是 旁邊的框架 彷彿 即是叫薄邊 薄邊是比較漂亮的 基本上 車輪也是 車輪是否薄胎 是否比較漂亮 你現在電話也是 即是完全是薄邊 屏幕的比例更大 更漂亮 我覺得 Time First 亦是秉存 這個設計邏輯 包括 整個面子 和殼的比例 是薄邊大面 以及 針和字釘 夜光和金屬的比例 亦是同一個邏輯 就是一個大面 薄邊的設計 原理 有些偏見 有些偏見 我也是